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声音如同婴儿般,见到什么就吃什么,由于吃得太多,最后被称死,据古书《山海经》的详细描述,高吾之山其上多玉,其下多童,有寿烟,其壮如阳身人面,其目在夜下,无耻人照,其阴如婴儿,名誉咆哮,P-R-C-O,是识人。 三,混沌混沌,传为地红使之不才子,后妖魔化为壮如犬,与端,去之不才子陶屋,少好使之不才子穷习,剑人士之不才子饕铁和称为四兄,乃上古时代的顺帝,流放到四方的四个凶神。 据《神异经》系荒经记载,混沌住在昆仑山西,此处的昆仑山,未必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昆仑山。 四,逃物逃物,据左传文宫十八年,专须有不才子,不可教学,不知取言,告之则完,舍之则消,奥狠明德,以乱天长,天下之名,为之逃物。 而《神异经》西荒经则记载,西方光中,有寿烟,其壮如骨,全毛,长二尺,圆灭,虎独,猪口牙,尾长一丈八尺,脚乱光中,明桃物,此处的桃物乃凶兽,实力非凡,它一般形容态度凶弱,顽固不化的人。 五,九英九英,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凶兽,它是一只具有水火之力的大妖,能喷水涂火,因有九个头,娇声如鹰而啼哭,故称九英,九英无疑是强横的大妖,无魂无措,身体强横异常,拥有不死之身,同时加油加油九命,每一头极为一命,最后却被一射杀于北极凶水之中。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,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,版权归出作者。